一样从KONAMI出走的五十蓝肖丝 从去年募资了11倍超标 成为了电玩募资的传奇 而经过了一年 终于有新作的画面释出啦 究竟画面的完成度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吧 被电玩界轰到体无完肤的KONAMI 不禁销到秀夫出走 旗下大作《恶魔城》系列作的制作人 五十蓝肖丝也在2014年3月离开KONAMI 而五十蓝肖丝离开后 在2015年充足了新的工作室Artplay 并向民众集资 全球累计募资数字超过目标的11倍 让《恶魔城》的复苏掀起了一阵希望 这次新作名为《血咒之城》《暗夜仪式》 一样由五十蓝肖丝担任总监 以及《恶魔城》系列配乐作曲家 Yamane Michiru等原配也加入了制作团队 可以说是《恶魔城》的精神续作 经过了一年 《血咒之城》《暗夜仪式》 终于在今年一山展出试玩版本 日后也在Steam上开放限制下载 熟悉的旋律以及操作界面 还有角色挥舞武器的节奏 非常有《月下夜响曲》的感觉 试玩版本之中也有《灵魂系统》 及一只BOSS 虽然不知道完成度多少 但已经让许多《恶魔城》迷们过过瘾了 游戏预计在2017年释出 究竟这款游戏是否满足玩家们的期待呢 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